王小八 怎么了 还怎么了 我问你 这个月的工资为什么没有上交给我妈 凭什么 我还就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一分钱都不会再给你妈了 为什么呀 还问为什么 你自己去问你妈呀 问什么问呢 你的工资就应该交给我妈 你一个上门女婿就应该听我妈的话 这么多年 我为了这个家的和谐 把每个月的工资都算交给你妈 他怎么说的 他说等攒够了钱 给我们在县城里安一个家 买一个房子 可最后呢 他把钱都给了你弟 给他买车卖房子 我知道这么多年 我在你家就是一个外人 那天孩子要生活费 我工资又没有发 我问他要 可他就说没有 不是 王小八 我妈他不是那个意思 再说了 那个是我亲弟弟呀 你给他点钱怎么了 怎么了 那是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凭什么给他呀 哎 王小八 那钱可是我找我妈拿的 又没拿你意思 你说这泡客就不爱听了 你还不爱听 有本事你把钱还给我 自己出去找工作 别在家啃老啊 我找不找工作 那是我们家的事 你一个晚上想上我什么 就是啊 你呀 就好好上班 按时把工资交给我妈就行 凭什么你们家受了损 我是你们家农历 是你们家赚钱的工具吗 你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呀 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待不下去 你可以滚 就是啊 我现在看见你这个窝囊废 我就犯恶心 该给我滚 好 我这就滚 你们会后悔的 王总王总 原来你们在这儿呀 以前的我 你们爱搭不理 现在的我 你们高攀不起 那就像是什么 你们高攀不起 热音机 请你下啊 明镜需要您潜心 我这就行 他们不知道 这个 我们都知道 大家看